现在我们进行一个那个 气压计 空输计 主要是看空输计是不是正常的 这有个调试 我们点开 可以看见它一个空输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让 王公给我们堵一下空输管 看看是不是正常的标上去 好吧堵住了 好 那个空输标上来了好正常 19了 这个就是属于 这个空输就正常的 然后的话 如果不正常 我们就在一个密闭的环境情况下 不要把空输堵死了 空输大于3 我们就进行一个校准 现在我们 基本上屋里面是没有封的 我们就进行一个 校准 这有个校准 它就会进行基本上低于3 它就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个模式开关 模式开关的话 在硬件配置里面 有个飞行模式 飞行模式我这边全部设置都是多旋一 定点模式 Qnoiter 然后我们再过来看一下 波动一下 第1节 第2节 第3节 都是多旋一定点 好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GPS的一个收信状况 GPS现在已经状况是很良好的 基本上已经3D DGPS了 然后 微信科数的我们可以在这上面把它调出来 调出来可以看到一个微信科数的一个情况 然后就是我们微信的话基本上也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速传信号 速传信号的话99% 挨的很近 或者是在飞机飞运 零几的话 基本上是99% 或者是100% 零几很近的话 那就都属于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 在外面测试的时候 在几个两三公里范围以内也是99% 那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检查一下相机 拍照 看输出是不是正常的 相机输出的话 我们设置的是 13通道 设置为相机拍照输出 把现在我们快门线也插上了 相机打开 点击一下拍照 123 好 拍照也属于 正常 能正常拍照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水平 磨盘的一个校准 水平校准在这个 B1硬件里面有个加速机校准 这下面有个 校准水平 校准水平呢 我们就把飞机放到 平面上 然后拿两个水平座 然后看他的一个横滚复养 那个水平座 是不是 相水平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那个水平 啊 好 摆好了现在我们基本上 机箱把它摆好了 摆在一个水平座的那 现在我点进一个校准 校准水平 好完成 好这时候我们可以过来看见 基本的横滚和抚养的话 基本都是在正负0.2 以内 基本都是在正负0.2 有一点点小波动的话 那都是基本的属于一个正常的 因为气压在变动 他的一个 扶养啊横滚可能就有一些波动 都是基本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 对 对